而在今天新增23例的确诊当中 其中有3例风险是比较高的 带大家一一来看 其中一名法国籍的20岁男性 他是12号在台北市区观光爬爬灶 16号早上发烧就医之后裁剪确诊 这中间他曾经造访过哪些景点 现在还得要联清 而另外一名是20多岁的女性 跟丈夫到印尼巴厘岛出游之后 返国确诊 这两个案例目前都还在疫调当中 但是因为他们发病到确诊的时间 拉得比较长 比较令人担忧 而另外还有一名本土的个案 是一名20多岁女性 她没有出国时 也没有相关的接触时 究竟是怎么被感染的 还有待调查 出现类流感症状就医 没想到裁剪确是罹患武汉肺炎 国内18号累积百人确诊 其中新增两起本土个案 一名是南部20多岁女性 她在12号出现发烧咳嗽 喉咙痛等症状就医 16号回诊 被诊断为一般感冒 隔天因为没好转 改挂急诊 通报检验18号确诊 不过患者近期没出国 也没有相关接触时 这件事怎么感染 还有待调查 另一例本土个案 则是埃及旅行团 确诊个案的家人 无症状因为是接触者 裁剪确诊 初步的资料是看 她的家人是 暂时是都没有症状 所以还不太清楚 她是从哪边得到的 只为观谈严 担忧的还有两起 境外移入个案 一名法国及20多岁男性 12号在台北市区观光啪啪灶 16号早上发烧就医 之后裁剪确诊 曾经造访哪些景点 还得厘清 就怕成为防疫破口 另外一名20多岁女性 6号到12号 跟丈夫到印尼巴厘岛出游 旅行期间 10号出现喉咙肿痛 耳朵痛等症状 入境时没有发烧 一直到16号 又有症状就医确诊 还好返台这几天 都没回到公司上班 有两个案子都3月12号 进来3月16号 才裁剪出来 所以认为这个时间 是比较长一点 所以我认为说 让我就比较担忧 特别注意一下 这几位患者在社区中 活动时间较长 被归类为高风险个案 指挥中心证密切关注 持续追踪 记者陈子凡的一星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